主席 这个两岸打击犯罪的这个问题 但是前几天的媒体 事实上有报导 中国是把陈友好 这个奉为上宾 甚至是对他极为赞扬 那陈友好在台湾 是我们通缉很久的一个通缉犯 也是知名度极高的 债留台湾欠税欠债 大户 很多在台湾的 跟他做过生意的 跟他互动过的 都惨兮兮的 那在中国是奉为上宾 甚至是中国官方 大力赞扬的 对这个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根据这些 根据报导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觉得很遗憾 非常遗憾 那陈友好这个个人的case 从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2009年 6月开始生效 这个就是列为我们 经济犯极大 经济通缉犯犯当中的很重要的议员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那我们也其实我们通缉很久了 对通缉很久了 那我们也跟对岸经常提出透过大两会 那也透过现在是法务部的 所以国台办现在 视我们的这个名单 为无误啊 我们这个2009年就不断的提出 如果照主委讲的 我们一直在提出 对我们是不对 我们只要有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我们的这些经济要犯 我们不断的提出 但是他们是视而不见 甚至 有一些case 甚至对台官员是公开的赞扬 这个我们台湾是通缉犯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他实际上的讲法是什么 这个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 等于是打了我们一大巴掌啊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在我们的通缉要犯的名单里面 对 而且是我们社会非常关注的人 对没错 所以这样子国台办这样的一个发言 你们没有出来做回应去做反驳 对 我们是 这个是正式名单 这个是没有毫无疑义的 那我知道海基会也几次 跟对岸也提出来 那事实上 透过我们的法务部那个窗口 也真的好几次 不断的跟他们提出来 好 那对于国台办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那个是 到底是谁的讲法 国台办的谁的讲法 因为这个 我们还要再去了解情况 才上个礼拜几天以前的新闻报导 是发言人讲的 我们会 才几天以前的报导 我们没有看到 如果委会对这个事情有任何的反应啊 我以为说你们都是 你的工作职责所在 是每天监控这些 国台办发言人的讲话 有没有有损我们国家利益之处啊 有没有侮辱到我们国家的地方啊 有没有试我们的名单 完全默试我们的名单 甚至打我们一巴掌啊 中口法务部来跟对岸来提出回应 虽然说更危机 显然他们我们的通缉要犯在那里 这个言行举止是大摇大摆的 行李越走越大 虽然在台湾还欠税欠债 但是在这边越做越大 真的是打我们一巴掌 对我们的两岸共同打击 对这个协议 对这个协议是最大的讽刺啊 委员我是觉得是这样 这个协议真的产生很好很大的效果 那这些不尽人意的 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会继续努力 你也说它有很大的效果啦 但是像陈友好当然是很知名度很高 可是我们的民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碰到 碰到这个许多的 包括我们的 包括杀人犯啦 包括经济犯啦 包括各式各样的犯人 现在把中国视为是天堂 跑到那边去 我们怎么抓都抓不回来 我们相亲也不断的在陈情 这样好 您如果有碰到哪一些陈情的案子 真的可以转给我们 这已经转给海机会 对海机会和法务部 那通气犯已经这两年半来 有191位包括好几个重大的经济犯 都遣返回来了 只是陈友好还没有 不只陈友好啦 对还有几位还没有 还有几位知名度非常高 我们会继续努力 政商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些人 好 我们会继续努力 好那接下来就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们这个就职演说里面所呈现出来的 真的让我们许多人非常的担心 在吴伯雄第一次提到这个一国两区的概念的时候 不管是主委你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我们的国安局长 等等的各个跟国安相关的你们这些部会单位 大家都说没有参与到这个事情的讨论 没有参与到这个决策 但是现在你们为了要美化一国两区 为了要砰马英九的场 大家却说这个政策已经历届三任总统啦 从李登辉开始就是这个政策 可是那个时候大家在质疑你们的时候 在问你们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听到一国两区的概念的时候 你们却说不知道 没有参与 这样的一个立场的前后反复是不是变化太大了 让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核心思想到底是在哪里啊 我跟委员解释 的确三月二十六号我在这里回答 是的确事前不知道 那事前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那是党政平台 这个跟政策跟政府部门没有关系 所以一贯过去惯例 陆委会都不会参与 那当然当时三月二十六号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表白那个立场 整个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那一国两区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四个字太简化并不适合 并不恰当 那这个现在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并不是去美化一国两区 不是 我们认为就是完完整整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根据我们的宪法 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而来 不要去把它简化成一国两区 因为这样会引起误解 这样对台湾也不利 所以你现在是说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就是一中各表 我们各表这一方各表的内涵吗 一中各表 就是我们两岸恢复制度化协商 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那个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这个我们讲了四年了 一中各表 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那你现在是说一中还分两个地区 我们现在说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这个是依据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所来的我们法律上的这个界定 那么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主委 就你的认知哦 你也常出国也在国外念头书 就国际社会有多少国家是承认并接受我们这个论点的 就是两岸的现实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这样的论点有多少国家承认 有多少国际社会有多少国家接受 我想我们台湾台湾人拿着台 拿着中华民国的passport到各地 现在已经有127个国家或地区给我们免签 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这个国家都认为我们实质上 中华民国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实质上 我不是请教你说中华民国是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这个论点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来界定现有的两岸关系 有多少国家认同这样的一个论点 目前我们的这个承认我们的邦交国的就是23个邦交国 就是这23个国家承认跟接受这样的论点 所以显然 外交邦交我刚刚讲的是说 我们的邦交国就是23个 而国际上其他的多数的一百多个主流的这个国际社会主流都还是承认跟接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这个是一个国际现实 这个是一个国际现实 那我们在我们讲的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的架构里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哪里 我们跟这个我们对这个国际现实 我们不承认 对于这个国际现实 在我们的论述里面他是摆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这个是两岸有主权的争议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现实一个事实 那目前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不承认他的主权但是在我们的论述里面 在你们的国安铁三角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角 而这个角没有了就没有铁三角的论述里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哪里摆在什么地方 在中华民国两个地区里面 两岸关系就是一个特殊的关系嘛 怎么会说这是一个务实的论述呢 怎么会说这样是务实的论述呢 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怎么会是务实的论述呢 他的务实在于 也要要求大陆 也要大陆去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 我们要求他面对我们存在的事实 同时我们要面对他存在的事实嘛 可是在我们的铁三角的论述里面没有去面对这个事实 当然有 因为两岸有主权争议 我再重述一遍 他必须要面对中华民国 过去他是连中华民国都不愿意面对 那你们一直说有主权的争议 要搁置争议 问题是我们要搁置争议 中国从来不搁置我们这个主权的争议吗 在国际上继续打压我们的国际空间 那还有主委我问你 去年蔡英文主席在讲中华民国是台湾 这样的一个论述的时候 你们当时是怎么回应的 马总统当时的回应是 中华民国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国家 台湾是我们的家园 台湾也是我们的国家 这是马总统的论述 好那中华民国是台湾 这样的一个讲法 去年在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几乎都是正面的看待 甚至还有发言人说欢迎 对 那这中华民国是台湾 那台湾怎么会又是中华民国 又是中华民国里面的一个地区呢 在你们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个论述在国际社会不但没有人承认在国内也是自相矛盾也是站不住脚 没有办法处理台湾以监视国主权独立国家的一个事实 以及台湾跟中华民国之间的这个重叠性的问题 我们依据宪法就是中华民国嘛 我们依据我们的宪法 那我们的治权基于台蓬金嘛 我们自权 所以中华民国是不是台湾 我们国家就是 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 这个是马总统经常讲的 那也就是说 在这里头 其实我们并没有矛盾 我们拿着是中华民国 呃 刮胡台湾 我今天让我们最担心的地方是马总统自己 就各种各优关主权 优关台湾主权的问题 优关宪法的问题 在做在自行去做定义 自行去做解释 而这些定义跟论述又不符合国际的现实 没有办法处理台湾 或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存在的一个现实面 我们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也宣称 也他都是我们的 你刚才看蔡其昌委员提出的这些问题里面 哦 这些都是我们的 对我知道 现在内政部还是回到过去的法统 连外蒙古都是我们的 这样子的论述在国际上怎么站得住脚呢 别说他站不住脚 在我们的铁三角论点里面 几乎这铁三角的三个脚都是空话嘛 这三个脚都站不住嘛 这三个脚这个脚不在 我们的外交修客 这个是很务实的 这个是我们过去四年一直在努力的 这个一点都不空 我们很务实实际的在做 怎么会空 你说务实实际 那是国际社会 刚刚主委讲的 只有这23个国家承认这样子的论点 两岸为什么能够和解 因为我们搁置主权争议嘛 我们务实面对 因为我时间到了 但是这个问题 我们真的是希望马英九 多尊重台湾人民的立场啦 不要自己就主权的问题 就国家定位的问题 这样子越讲越多 真的许多人民是越来越担心啦 担心我们的主权 就这样子在马英九 自己一个人决策的过程当中 就被卖掉了